我這裡我們站在一起 陽光笑容加上帥氣外型 偶像團體可米小子曾風靡全臺 但有一名未出道成員 轉換跑道卻因收取回扣被關 可米小子一字排開 成員中王傳一 曾少中等人 還活躍演藝圈 畫面左上角 這位身高一百八十一公分的張耀文 當年遭淘汰 還被說是遺珠 但二零二零年 是有跟廠商串通好嗎 拿著外套遮住全臉 張耀文和同公司的成姓女友 被華碩發現金流異常 前方調查張耀文在二零一六年 擔任華碩採購部經理 得知公司想和A供應商 購買一張二點三美元的SIM卡 於是串通被公司 先向A低價買入 再以二點九五美元高價 賣給華碩 藉此收取回扣大約四十萬美元 張耀文二成十坦承犯刑 但他表示只收十萬元 最後被判刑兩年六個月定業 檢方搜索後 查扣約一百多萬元現金 和七張金融卡 余額超過兩千萬 不過曾是偶像練習生的張耀文 因一不知錯 如今得被關進大牢 華視新聞梁洪志張若平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